中華煤氣 彈魔是推介它 所以有個朋友就馬上來問了 中華煤氣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它是來到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就頂住了 好像是彈上去 那日線圖又如何呢 日線圖就不好 現在日線圖在哪裡 日線圖就不是那個中軸是支撐它 是中軸頂住它 所以我自己覺得煤氣 我不怕你大摩說你有什麼好又不好 始終市場上面還是有一樣東西 是認為煤氣是需要有些時間的表現 那大家應該怎麼看呢 很簡單 讓它先升穿了中軸 升穿了中軸那就好了 反正你大摩說好嘛 那就看你賣多少